疯狂的外星人票房表现尚可,但不如预期,最终输了28亿对赌。 由林浩,黄博沈腾和徐征加持的疯狂外星人,虽然不能说扑街了,但确实是输了。 说来也很奇妙,2019年春节当开始前,由于今年有很多的电影上映,当时被媒体誉为什么最强春节的,结果电影上映过后。 在大年初三初四,结果只变成流浪地球一家独大,其他电影则是采集护照。 这群采集当中,内地新导演的宁浩的疯狂的外星人和韩寒的飞驰人生,各方面表现,演员好于周静驰的新喜剧之王,和成龙的神探蒲松令,目前自流浪地球以下,票房成绩表现最佳的是宁浩的疯狂的外星人。 本写写于2月9日大年初五,流浪地球票房占比一半,上座率也是最高,是真真正正的笑傲江湖。 第二名疯狂的外星人,就只有21%,但2月9日票房也有1.6亿。 目前累积票房13亿,目前预测票房是22.90亿。 虽然预测还是很高,但实时是会变化的。 因目前流浪地球的是不可挡的势头。 疯狂的外星人票房肯定会进一步萎缩,料来最终停留还是会在20亿左右。 疯狂的外星人本片具体投资,博光多方搜索都没有查到具体投资,大料来应该在3到4亿左右。 疯狂的外星人,票房超过10亿,片方和。 发行方应该都是有赚钱的,20亿左右的票房,都有3亿美元左右,成绩绝对算不上太差。 但是,目前只能说人比人的气死人。 流浪地球目前票房日测是53亿左右,最终很有可能敢抄战狼2的成绩。 疯狂的外星人20亿票房确实不低,但得抗跟谁比狼。 不说今年幻军流浪地球,即使是去年亚军藏人接派案2的34亿。 疯狂的外星人,票房少了整整十多亿,差一句也是杠杠的。 最重要的还有,疯狂的外星人在上映前,事先有过28亿的天价保笔。 根据调查,这个保笔公司,是王宝强的霍尔国斯勒开花营业。 28亿的保笔价格,已经是目前国内电影最高的保笔价格了。 疯狂的外星人有明昊、黄博、沈腾家徐征,最终都无法挽回这个趋势。 但是叫博光计算,肯定还是有赚钱的。 而疯狂的外星人票房成期的不如预期,本质还是电影口碑质量,在官方强强保证的情况之下,却有些大跌眼镜的不够好。 至于疯狂的外星人口碑质量的问题。